这是一个寻常的下午 Judy和她的朋友Liz出去吃午饭 两人在小学认识 一直是朋友 Liz是美国公民 而Judy四岁时 被父母带到美国 她没有证件 Liz注意到两个人 好像在跟随他们 但她没多心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像老朋友一样 叫Judy的名字 当Judy转身时 他们快速上前 Judy被Ice识别了 Ice是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简称 这样的事件每天都发生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 Ice在街上 工作场所 车里 甚至法庭上跟踪人 他们通常不会穿制服 这就更可怕 但请记住 我们有权利 如果你被当局拦在 不知道他们是谁 请他们介绍自己 然后问 我可以自由离开吗 如果他们说可以的话 走开 不要回答任何问题 在Judy的情况下 Ice告诉她 她不能自由离去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 不要抗拒或逃避 除了说 我想使用我的权力保持沉默 我想和律师说话之外 什么都不要说 记住 即使您没有律师 您还是可以说 要咨询律师 如果Ice搜索您的包 或您本人 您可以说 我不同意你搜索 他们是想寻找 证明您的移民身份的文件 旁人有权摄像 只要他们不干扰逮捕 而且是在公开的场合下摄像 Judy很幸运 在类似的情况下 即使您所有事情 做得都正确 Ice仍然可能会逮捕您 如果您被逮捕 本系列的其他视频 将帮助您了解您的权利 在与Ice遭遇之后 Judy和Liz把发生的事情 记录下来 尽可能记录下所有的细节 你和你的家人 应当对Ice相遇 做好充分准备 其中包括你被逮捕后 要给谁打电话 如果Ice来到你家 记得 你有权利 保持沉默 要求咨询律师 宣布你不同意 他们的搜索 如果亲人被捕 您可以到这个网址查找他们 locator.ice.gov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